韓心理学最后一章 我们跟各位介绍所谓的平面问题 平面问题也就是你们当初在学材料理学时候 所学到的平面应变解或平面应力解 Planet Translution或Planet Translution 但是呢我们这个跟你们在材料理学学的不一样 是因为你们当初在材料理学学的时候 我们举例来讲 你们大部分的同学可能得到的认知就是 如果一个工作坚 厚度很厚 我们就假设 我们假设YZZ YZX跟YZY等于0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一个所谓的平面应变解 但是呢我们这门课 我们基本上是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工作坚很厚的时候 第一点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工作坚很厚的时候 YZZ等于YZX等于YZY等于0 为什么可以做这样子的假设 这是第一个 以及从这边 以及呢我们为什么在工作坚很厚的时候 一个三维的15个方程式 可以简化成为一个二维的八个方程式 怎么简化的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告诉各位 这样子简化以后所得到的答案 跟所谓的Exact Solution 差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差异 以及有没有可能修正这些误差 这是我们这门课要告诉各位的 因为一般来讲 尤其是就算你是要弄电脑 就算你用电脑 二维的问题也比三维的问题会容易 但是不是所有的三个问题 你都可以简化成为二维的 所以我们这边要告诉你 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简化 那我们这一章呢 我们分成五个小节 第一个 我们先跟各位定义 什么样子的问题叫平面问题 不满足我们这个定义的话 根本谈不上平面应变或平面应理解 第二个 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平面应变解 第三个呢 我们会介绍平面应理解 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个各位百分比定义 我们叫做generalize平面应理解 事实上 这个是用来设法消除平面应理所造成的误差的 然后最后一小节 我们跟各位介绍 因为在平面问题时常常会用到极坐标 因为我们前面用的都是直角坐标 所以最后一小节我们告诉各位 如果你要用极坐标的话 我们前面的直角坐标的goven equation 怎么转化成为极坐标的 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门课的最后一章 好 我们先来给各位define什么叫做平面问题 可以叫做平面问题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问题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只考虑它的某一个截面 然后算出来答案 我们认为它适用于这个工作件 沿着厚度的每一层截面 假定我把一个工作件沿着厚度分成五层 像有些人法一样 平面问题指的就是说 如果这个可以叫平面问题 表示我可以把其中任何一个截面 来解二维问题解 解除答案 我们认为适用于它的每一层 这就是所谓的平面问题 那要满足可以这样子做 第一个我们先谈到 我们这一章现在所谈的 材料还是Homogenes跟Astrophic 然后线弹器 然后工作件呢 还是Right Sling的 所谓的Right Sling 我再强调指的就是我的截面 跟我那个轴势垂直 但是截面没有不保证是圆形 任何形状都可以 可是每一层的截面都相同 这是第一个条件 工作件要Right Sling的 不是Right Sling的 没有所谓的平面问题存在 第二个 我的受作用受力 跟前面讲的身份相反 工作件的两端不受力 只有侧面才受力 这个Sling的两端 两个截面不受力 只有侧面才受力 这是先谈我们所谓 要能够当作平面问题 这是工作件条件 是不是Astrophic跟Homogenes 倒不一定 尤其是Astrophic不一定 但我们这边呢 因为我们在谈到弹性简化 所以我们考虑是Astrophic 但是要谈到平面问题 工作件一定是Right Sling的 而且两端不是 也就等于是说 你们看到任何一个三维问题 如果我个层的截面形状不一样 结构不一样 就不要去考虑 把它变成二维 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很明显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如果我这个工作件 两端有受力 绝对不能当成平面问题来做 只能侧面有边界条件 然后第二个 我们告诉各位 它所受的边界条件 我们先把这个工作件的 侧面分成还是一样 分成两块 一个L1 一个L2 我这边说明一下 打开比方 我们现在有一个Right Sling的 讲究竟这两个结面一样 画得不好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两个端面不能够受外力 唯一受外力只有这个侧面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侧面分成 比如说这样子 分成几个区间 我可以说这个叫L1 这个是L2 这个也是L1 所谓的L1 指的就是承受的 是位移边界条件 L2承受的 承受的是 traction边界条件 重点是L1跟L2之内 交线一定是这边的 轴线方向 也就是说我不能够 define说 举例来说 用黑笔画了 我说我把这个分开 上面叫L1 上面叫L2 那这个就是错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traction 也就等于说 如果说我这一块 是位移边界条件 那从头到尾 都得是位移边界条件 我这边是traction 从头到尾都得是traction 我边界条件交接处 是这个轴线 OK 不是说把它上下分成两块 不能够这样子 如果说一个 一个ready string的 上半段给的是 位移边界条件 下半段给的是 印尼边界条件 那它就不可能 考虑为plan problem 这个理由也很明显 你们要知道 所谓的平面问题 基本上就是忽略 Z方向的结果 假定我的轴向是Z的话 也就是所谓的X3 所以如果你的边界条件 是跟Z有关 你就不能只考虑 某一个解面了 因为那完全没办法 当作一个平面问题来考虑 所以这我们讲L1L2 意思是我们说 L1跟L2的连级 等于全部 那很合理 也是代表我们讲的 任何一个边界 没有位移边界条件 就要有traction边界条件 但L1跟L2的交接空气和 不能同情有 但是最主要是它们的交线 一定是沿着我的轴线防线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 可以当作平面问题的条件 然后 就像我们这边讲的 它的高度 我们当作2H 因为我会选一个 坐标轴OXYZ 而坐标轴呢 在中间的平面上R 也就是说 我的圆点是在中间的平面上 Z轴 就朝向这个 Red Cilinder的 那个轴线 所以 我的Z坐标 就从-H 到正H 这是我们选的 坐标系统 好 下面重要的就是 如果 你要把这个问题 当作平面问题 第一点 我的Body Force 你们看 只有X跟Y方向的分量 觉得不能有Z方向的分量 而且 Body Force 只会方选X跟Y 跟Z无关 Body Force 这是外力之一 Body Force 不能有Z方向的分量 如果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图 的意思 你要把它当平面问题解 以这个图的方位来讲 你就是假设B sub Z等于0 也就是说忽略重量 忽略重量 你要考虑到重量 你这个轴 我们就要必须把它变成这样子 这是Z轴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BX跟BY 而且 不管你 不管你望下的时候 当X或Y 而且它只会方选X跟Y了 好 第二个 这是Body Force 位于边界条件也是一样 位于边界条件也只能有UX跟UY的边界条件 不能够有Z 而且还是一样 UX UY也只会方选X跟Y 第三个 我现在指的都是在边界 那个侧面 Traction也是一样 只能有Sigma X跟Sigma Y的分量 而且也是只是方选X跟Y 这个是限制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侧面的边界条件 不管是Body Force 或是位于边界条件 或者Traction边界条件 有Z方向的分量 或者是 这些边界条件 从H到负H都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方选X的利 那 这个问题 你不能当作平面问题来解 就你不能只考虑二维的 因为它一定是错的 最后 在两端点 我们说不能有外力 在两端不能有外力 也就是 Sigma I接N接1等于0 但是在这两端 我们都知道 只有N3等于1 N1 N2 都是等于0 所以当I等于1 所以这个Sigma I接N接 当I等于1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Sigma X 第一个 当I等于1 我们会得到Sigma X 就是Sigma 1 1 N1的意思 Sigma X X NX 加Sigma X Y N Y 将Sigma X Z N Z等于0 但是不要忘了 在这两端 只有N3等于1 这两个都等于0 这两个都等于0 所以最后的结论 不是三个都等于0 只有Sigma X Z等于0 同样的道理 第二个方程是 I等于2 可以得到Sigma Y Z等于0 I等于3 可以得到Sigma Z等于0 所以在两端 记得在两个端面 只有Sigma Z Z Sigma Z X 跟Sigma Z Z 跟Sigma Z Y等于0 Sigma X X Sigma Z Z 还有Sigma Z Z 还有Sigma Y Y 不一定等于0 我们不知道 那个不是边界条件 我再想想一下 两端的边界条件 只有这个等于0 所以我们整个合起来 我们告诉各位 所谓的平面问题 我们在谈心理学讲 平面问题说 有一个工作件 基本上它是属于 right ceiling的 这个厚度2H 是大事小到不一定 但是一定要right ceiling的 指的也就是 我的截面 跟我的轴线 一定是垂直 而且截面通通一样 每一层的截面都一样 工作件一定要属于这一类 然后承受到的 不管是body force 还是位于在侧面 所承受到的边界条件 不管是body force 或是位于边界条件 或是traction边界条件 不能有自己方向的分量 也不能跟自己有关 也就是说 从正H到负H的边界条件 通通一样 然后两端是free surface 而free surface指的是 Sigma Z Z 等于Sigma Z Y等于Sigma Z 等于0 一个工作件 几何形状满足我刚刚讲的 跟边界条件 满足我刚刚讲的 我们就可以考虑把它当作平面问题 可以考虑把它当平面问题来处理 也就是说 有机会把它变成一个二维的问题来处理 变成是说 我只考虑我中间这个截面 算出来的结果 我适用于每一层截面 就这个意思 但是必须要先满足这种形式 不满足这种形式的 你们也可以把它当二维来做 但是通常会跟实验有相当的误差 满足这些条件以后 第一点我们看 我所有的外力 边界条件 都跟Z无关 都一样 所以很自然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我X方向的位移 对Z来讲 就是在Z等于正力跟负Z的时候 它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我边界都一样 我Y方向的位移 对Z来讲也是对称 可是Z方向的位移 因为是上下很明显 就是反对称 就是只要满足我前面讲的 便宜问题的条件 我的位移场一定会满足这一个 好 这边大家听好 当我满足这样子边界条件的时候 大家听清楚 我们说的是 比如说这一点是Z 这是我的UX 跟这一点是负Z 我这是UX 这两点的值是一样 只要针对中原来是同一个Z的话 但是 虽然我边界条件跟Z无关 我中间任何一点的位移 它还是会跟Z有关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一点位移跟这一点的位移 不见得是一样的 我只有 因为我们只有在边界 边界条件上 我们说这两点的位移是一样 但在工作界里面 我们不保证位移是一样 也就是说 就像我这一支笔 如果我周围的边界条件通通一样 就我右手这样子一抓 周围的边界条件 给了同样的均匀的压力 但是不代表我这个工作界里面 每一点的位移都一样 不代表这个每一点的位移都一样 这个是很容易猜得出来的 举例很容易想 举例来讲 我现在两手一压 假定这很难我一压 这个笔就会有点变长 所以它中间这边呢 优质一定等于0 然后两边的优力是慢慢的增加 越外面优力越大 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 不要误解 这是很容易误解的 我一个工作界 哪怕我周围的边界条件 每一层的边界条件都跟自己无关 就都一样 但是不代表我这工作界里面 任何两点的位移场 或是应变或是应力 跟自己无关 它真正的位移场 应力应变位移 还是跟自己会有关 不会是各点的位移应力都一样 不会是这点 你们要牢牢先分清楚 因为这是很多同学产生的误解 我们唯一知道的只有这一个 在这个边界条件之下 我们只能保证这件事 X跟Y方向的位移是对称 对Z来讲是对称 Z方向的位移 对Z来讲是反对称 这个是没错 但我再重复一次 不代表我的位移跟Z无关 在Z等于1跟Z等于2的位移是不一样的 不保证它是一样 虽然周围的边界条件是一样 但是它里面的各个指点的位移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有些东西是这个观念 这样我们后面再讲 你们就比较会了解 这也是本来你们自己就要注意 通常会跟Z 一般来讲会跟Z有关的 一般来说 也就如果你去做实验的话 你会发现各点的位移量不见得一样 我们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见得会一样的 好 这个呢我们是先跟各位defi 什么叫做平面问题 但我们在做平面问题 在这边 还是要给你 是正前的 说